不如一夜春风来 山珍哥哥老树开心花 因为电影《我不是要神》 许正被质疑 社交平台超话千道不到22人 作为曾经创造国产电影票房记录的导演演员 这样的号召力令人诧异 不如如此 山珍哥哥如同一阵风 点燃了书圈一把火 三十哥哥黄磊 三水哥哥黄泊 果丽大叔张果丽的弥漫们也开始井喷 谁才能在大叔101里抢到C位 这才是大叔的大叔 才是真的风起云涌 为了能够帮山珍哥哥人气托高 各种流言如潮涌 话题千道亮 一天翻了50倍 超话排名从百名之外 一路闯到第六位 大叔不发威也绝对不是病猫 山珍哥哥的爱里 没有为了人设的大吹 自以调侃 粉丝的应援次统一是中粉丝 而说鲁蛋色的都是黑 在为流量小生独尊的各种榜单里 山珍哥哥是一股清流 即使是许正本人 对于突然成了顶级流量小生 也是有点梦 还笑颜是老树开心花 作为山珍哥哥的官配CP 三十哥哥黄磊 三十哥哥黄博的拥躬 都在7月3日奋起直追 将叔叔们送上了这色 延误巨家的两人 都被认定是C位强劲竞争者 树圈成了粉圈新征程 触开各种搞笑的鲁蛋天团 大叔101的出道名单也出炉 各家粉丝给叔叔们的范围 整道飞起 山珍哥哥和三十哥哥三水哥哥 谁是C位 是一个值得开思的话题 恍惚之间 书圈和粉圈的碰撞 让人如同穿越 岁月今好在角色里的叔叔们 成了交锋之地 山珍哥哥如同一条影线 点燃了整个书圈 让人惊觉年龄不是粉圈K2的问题 发量也根本不是距离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